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今年的12月1号是第26个世界艾滋病日 来自河南 河北 湖北和山东等省的 数百位艾滋病患者 从11月25号起就赶赴北京的卫生部 民政部 国家信访局等部门上访 要求政府对包括儿童在内的 因为血浆经济而感染艾滋病的受害者 进行赔偿并解决治疗问题 但是这些部门却大门紧闭 当局派出警察到现场将感染者驱离 100多名没有能够表达诉求的感染者 前往北京繁华闹市王府井大街游行时 被警察抓捕了十多人 据长期关注中国艾滋病疫情的 前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中透露 这些感染者中大部分来自 艾滋病疫情的重灾区河南 中共卫生部门为节约成本 将免费提供给艾滋病感染者的药物 由原来副作用较小的进口 特效药换为国产药品 感染者无法承受副作用 因而要求政府提供安全有效的药物 这是他们这次到北京的主要诉求 陈炳中11月30日发表文章说 世界艾滋病日前夕 他前往河南艾滋病重病区 看望艾滋病患者和儿童 遭到了警方堵截 因此撰文披露河南当局奉高层之命 掩盖艾滋病流行的黑幕 上海访民王小平 于荣明 戴光阳等20人 11月29日集体到北京天安门金水桥上 抛洒传单 控诉上海公检法部门的腐败和不作为 这些访民因为私房被侵占等多年的历史冤案 长期上访无果 目前王小平和罗显慧被当局拘留 据上海访民李永福介绍 当时有12人集体将上千份传单 抛洒向空中 场面壮观 是他们在天安门广场同时抛出传单人数最多的一次 而他自己的传单则被没收 没有抛洒出去 据了解 这次在天安门抛洒传单的上海访民中 有些人曾经在中共18届三中全会期间 在天安门洒过数千份传单 日前 湖北律师张军因为拒绝法院的违法安检 遭到了行政拘留 引起各界关注 大陆人权律师团随即发表声明 要求立即释放张军并追究相关的责任人 140多名大陆律师联署声援 据大陆维权网报道 11月27日 张军在武汉市洪山区法院立案时 因为拒绝违法安检 与法院的法警发生争执 张军报警之后 反被判司法拘留15天 湖北法院的违法行为也遭到了网络舆论的谴责 在各界的关注和交涉之下 目前张军已经被提前释放 好 接下来请您收看时事进门